OK 尊敬了各位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上线参与我们本次 针对面向独立开发者 我们的private developer 关于从MWS到SPA皮签移的专题直播活动 那今天呢将由我王磊 以及我的另一位同事江谷 我们来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整场的这个直播活动 那在今天本次的这个直播活动中呢 您可以了解到什么是SP API 它与MWS有什么样的不同 以及从我们旧的MWS 迁移到我们新的SP API所需要的时间 以及如果您想要采用我们第三方ISV服务商的这些服务的话呢 您所需要的在我们的SP API的应用商店中 如何进行授权操作 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将为您带来有关您所需要在卖家中心后台 登陆我们开发人员控制台 进行SP API开发者注册申请等具体的操作演示等 以方便您在今后的迁移对接开发 另外呢 对于我们整个演讲过程中 您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那欢迎在我们的GoToWebinar工具栏的这个提问栏中 提交您的问题 我们会在演讲完毕后的QA session QA环节来为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 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具体呢 是如下几个方面 那前面的部分呢 将由我来为大家进行讲解 首先呢 我们来聊一聊MWS和SP API的前世今生 那么我们首先呢 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或者说为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什么是MWS的接口 以及什么是SP API 那MWS的接口呢 它的全称呢 就在我们现在所展示的这个slide上面写的这样 它叫做Amazon Marketplace Web Service 简称呢 是我们的MWS的接口 是亚马逊在过去为大家提供的一套Web服务的API 它能够允许我们的亚马逊卖家 以编程的方式来获取 并与我们亚马逊之间进行数据交换 从而实现 您在亚马逊店铺运营销售的自动化 那通过使用我们的MWS接口呢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卖家来发展 在亚马逊电商业务上面的一些拓展 并且能够提高您的销售营效率 减少劳动力需求 那从而呢 也缩短了对我们的亚马逊买家的一个响应时间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现在为大家提供的这个销售合作伙伴API 简称SP API 它呢 是一套基于RESTful规范的API接口 是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新的接口 它呢 是由我们的MWS接口进化而来 支持与我们的MWS相同的各种业务操作功能 并且呢 在我们的MWS接口的基础上 强化了对数据安全的控制 以及我们的SP API呢 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 在SP API中呢 我们也提供了许多在MWS中所没有的功能操作 例如 您可以通过使用我们SP API中的Solicitation API 能够实现对买家进行锁评 那通过我们的A Plus API呢 也可以实现对您的A加页面内容的更新和管理等等 那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SP API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新的feature和功能上线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建议您能够对我们的SP API 进行更多的学习和了解 那在这里呢 我们的MWS和SP API的所有的这个用户 那在我们亚马逊这一端呢 会被称为或者说被我们视作是开发者 也就是我们说的developer 那作为developer呢 您必须要提交有关您的这个开发者的一些资料的信息 才能够访问我们的API上的数据 并且呢 您作为我们的这个API接口的这个用户 您必须遵守与保护我们的这个数据安全 并且呢 要去遵守我们的AOP和DPP这个数据保护 以及可接受的数据相关的使用的政策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MWS呢 它作为我们SP API的一个前身 那将于我们明年 也就是2024年的3月31日 不再可以使用 那在此之前呢 我们也已经决定逐步按顺序停止每个功能 我们在本次的直播活动之前 其实已经发布了来自官方的公告 那在本次的说明会中呢 我们也将公布具体的每一个功能的停止时间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我们的第三方开发者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Public Developer 我们呢 在2022年度 其实已经要求所有的Public Developer 第三方应用开发者 完成了从MWS到SP API的一个迁移工作 那么也因此呢 在本次的这个线上直播活动中 是主要针对我们的个人开发者 就是Private Developer 来提供 并且呢 为大家来共享这样的一个迁移时间线 那说了这么多 那我们的SP API在MWS的基础上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呢 SP API呢 它作为我们的这个MWS的一个进化版本呢 为我们所有的开发人员 或者说我们的开发者提供了对于MWS接口的多项改进 那例如呢 我们的SP API呢 它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 并且是基于JSON的这样的一个RESTful API设计规范的一系列的接口 并且呢 我们在SP API中使用Login with Amazon的OOS 2.0的方式 来进行Seller的一个授权 另外我们在SP API中呢 也为大家提供了静态杀核环境 那方便我们的开发者呢 在此进行一些测试 另外呢 SP API它支持创建开发第三方应用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 三方第三方的Public Developer 您呢可以通过创建和开发我们的第三方应用呢 来实现多账号的一个授权 那与此同时呢 您也可以根据您的这个需要 来创建多个不同的应用程序 那根据需要呢 您也为每一个应用程序去设置 它所需要的这个SP API的角色权限 从而呢 来实现不同级别的数据访问权限 对一个管理 那目前呢 我们SP API不仅支持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亚马逊的买家 亚马逊的卖家 我们的这个Seller 我们同时呢 也支持我们的Vendor 也就是我们的亚马逊供应商的一些功能操作接口 与此同时呢 在对接SP API的过程中 我们也为您提供了全方位的这个用户指南 那以及呢 我们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基于您不同的使用场景的 一个step by step的这样的use case的指导 那我们的目标呢 也是希望能够力求降低我们所有的开发者 来上手对接SP API的一个难度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页面上呢 我们来为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们亚马逊官方面向开发者的上的一个前一时间安排 那从2002年 也就是说距离我们大概20年之前呢 我们的MWS接口呢 正式创立出来了 我们呢 接到了这个不管是public developer 还是private developer 来进行的一个 对于我们MWS借口的一个使用 那到了我们的2020年呢 SP API正式上线 在此之后呢 也就是我们过去的两年内 我们所有的public developer 完成了从MWS到SP API的一个前一工作 那从去年陆陆续续的 也有一些private developer 开始了他们的前一计划 那并且呢 在我们的官方的一个时间安排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需要大家在2024年之前呢 完成我们的private developer的前一工作 而在我们的2024年呢 我们的MWS借口也将正式下线 停止服务 不再为大家进行使用 另外截止到2022年7月 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 正式宣布了这个MWS的下线公告 我们的内部呢 也通过相关部门 通过卖家邮箱的推送 有去通知到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个人开发者 来进行这个前一计划的时间安排和分享 如果有这个卖家 您没有收到我们的这个邮件 或者是您看 您一漏了去查看这个邮件的话呢 建议您可以回顾一下您的邮箱 检查一下是否有收到这样的邮件 那我们一起再来回顾 或者说一起来重新审视一下 我们整个关于先移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那么我们所有的开发者呢 需要遵从和了解我们这里所列出来的几大时间节点 首先呢 我们的merchant fulfillment 自发货 orders 订单 以及reports 报告接口 在我们这里呢 简称mor 对于这样的一系列的接口的部分呢 您需要在我们今年2023年的8月31号之内 完成您的前一工作 那接下来呢 对于商品 listing相关的一些商品products相关的这些接口呢 我们需要您在2024年的3月31日之前呢 完成您的前一工作 以及剩下其他所有的mws接口的使用 也会是在2024年的3月31日 需要您完成前一工作 那之所以在这里呢 单独把我们的products接口列出来 单独列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了解到非常多的我们的个人开发者 其实是非常频繁 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依赖于我们的这个商品products相关的接口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单独列出来 并正重的提醒您 这个接口也会在3月31号之前 需要您完成前一工作 除此之外呢 对于所有使用我们这个PAI 受限数据的 不管您是独立开发者 还是我们的第三方应用开发者 都需要使用我们目前所提供的这个restricted data token 简称rdt来进行获取PAI相关数据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PAI数据的访问呢 不管您是哪一个接口 都必须在2023年的8月31日之前完成 从MWS到SP API的迁移工作 那么在刚才我们介绍了MWS接口是什么 我们新的SP API接口是什么 我们SP API接口的特性 以及我们整体的一个迁移时间计划安排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讨论一下 如何进行您的迁移工作 那对于您从MWS迁移到SP API这样的迁移工作呢 我们目前是提供两种方式的 首先第一种呢 是您可以通过访问我们亚马逊的Selling Partner App Store 也就是我们的销售伙伴应用商店 通过找到您所对应的使用场景 提供的这个第三方应用 通过进行授权的方式 您可以使用第三方应用的提供的SP API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来完成您的这个业务场景的一个需要 那如果您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独立开发的能力 并且呢您不想要使用我们第三方应用的这个开发者的应用的话呢 您也可以通过DIY 也就是说您可以通过自己去调用您可以使用的这个技术资源 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操作 来完成您自身的一个独立的MWS到SP API的这样的一个迁移工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种方式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第一种方式 那么呢 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了销售合作伙伴应用商店 销售合作伙伴应用商店呢 它叫Selling Partner App Store 是一个自助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解决方案的平台 这里呢会为大家提供包括17个应用程序种类 包括可以帮助您自动化运输 订单或者库存管理 商品列表管理 财务相关的一些操作等等 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提供了超过2500种的应用程序 能够通过这样的应用授权来一站式的进行您的数据访问的一个管理 从而呢也减少您从MWS迁移到我们SP API整个过程中的开发需要 那具体来说呢 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了链接 首先我们这里有我们APP Store应用商店的一个官方的YouTube Channel 那其次呢 我们在这个Link这里呢 为大家直接将我们的应用商店主页放在了这里 那Video这里呢 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简要的一个中文版的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下 那具体来说 我们在这里为大家录制了一个应用合作伙伴APP商店的一个操作演示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展示 首先呢 您将登录 您需要登录到我们的Selling Partner Seller Central Store 在这里呢 找到我们的APP Store 并且呢 在这里找到我们的这个主页 您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我们有各种不同种类的Category 这个Category就是不同种类 那在我们的右上方有一个搜索栏 您可以根据您具体的这个使用场景 或者您可以在左侧栏 发现我们这里所列出来的相关的一些使用场景 来找到适合您所使用的这个应用程序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应用商店中搜索 库存相关的一些应用程序 您可以看到在这里列出来了 有600多个支持我们库存管理相关功能的应用程序 那如果您 嗯 仍然坚持使用我们的MSP API 来进行独立开发的话呢 我们建议您在安排时间上 嗯 进行一个周全的考虑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为我们的个人开发者 嗯 简单的列出来了您所需要的一些 具体安排事项 以及大概粗略的这样的一个 呃 流程上所需要的工期 那具体而言呢 您首先需要去确保您的Seller Central Account 以及在我们Seller Central Account中 去创建您所需要的开发者 呃 开发者资料 后续呢 您需要去创建您所需要 呃 调用我们SP API 所使用的自己开发的SP API应用 以及呢 在AWS中 呃 设置您所需要的IAM ARN等一系列资源 来完成配置 以上所说到的这些操作 大约需要您呃 在三周左右的时间 或者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实现 那接下来呢 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沙盒环境中 进行一个呃 API的一个调用 在您完成了自授权之后 您就可以来尝试使用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沙盒环境 在这个沙盒环境中呢 它有您可以调用并返回我们的模拟响应数据 从而呢 您能够在实际上更好地理解我们的API 会有哪些操作 会会有 会有哪些数据返回 以及有什么样的行为特性 进入到具体的开发过程中 呃 这个需要考虑到您具体的使用场景的复杂度 和所需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务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来进行评估 那我们呢 建议您预留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来进行具体的开发操作 开发环节的呃安排 在开发完成之后呢 您需要进入到一个测试环节 呃 在测试环节中呢 我们呃 粗略的估计您需要使用呃 您需要两周 即两周以上的时间来完成您整个开发和对接过程中所需要的这个测试 在测试完成之后 您可以选择一个时间段呃 呃在我们的这个迁移时间之内来完成您的上线工作 那以上呢 就是一个呃 粗略的时间呃 时间估算 以及整个的这个迁移过程中具体的事项安排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为大家列出来了我们的mws对照spapi的一个映射关系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呃 基本上大体的接口 都是保留了原来的名字 只是作为了一些非常细微的改动 比如说我们的fulfillment inbound shipment api 我们在mwspapi中 缩略成为了fulfillment inbound api 呃在我们的mws中的fulfillment inventory api呢 在我们的spapi中更名为fba inventory api 那同样的outbound shipment api呢 也变成了outbound api 除此之外呢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products相关的接口呢 在我们的spapi中我们分别进行了一个独立section的呃分割以及重命名 他们分别是product fee catalog items和pricing api 在mws中recommendation api 在我们的spapi中已经被弃用 因此建议您不要再使用我们的recommendation api 以及最后我们的subscription api 在spapi中更名为notification api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呃mws接口与spapi之间的一个mapping映射关系 那在我们的spapi中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需要为大家进行讲解的 就是我们spapi中的角色权限 那角色权限呢 它是我们整个spapi在使用和申请开发者账号的过程中 需要您去确认和认真对待的一个开发的一个重要的资源 那具体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跟呃您需要根据我们的角色 您需要根据您所具体的使用场景 来申请我们的spapi的角色权限 在您获取到我们的spapi角色权限之后呢 您需要根据您的角色权限所拥有的权限 来访问我们spapi的这些呃 接口操作 那另外呢 对于一些呃我们的这个个人情报信息 也就是我们的pni数据和其他一些敏感的数据访问呢 呃我们这里有设立特殊的这个受限的访问 受限的角色权限 您必须获取我们这里列出来的受限的访问 呃受限的角色权限 呃受限的角色权限才能够获取到我们的pi数据 在这里呢 我们的官方 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 有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说明 每一种不同的角色权限 所对应了什么样的功能 以及能够使用的操作有哪些 在这里写了restricted的 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受限的角色权限 也就是说需要访问pni数据时 所需要使用的角色权限 具体而言 我们的每一个角色权限 都在我们的左侧栏中 有进行一一对应的解释 例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受限的角色权限 我们在这里也为大家清楚的列出来了 如果您想要去访问以下这些接口 并获取到您的受限的访问数据 那么您需要获取到我们这里所列出来的这个 direct to customer shipping的受限角色权限 如果您只是单纯的比如说去进行您的订单 和库存管理的一个数据的一个tracking 那么您可以申请我们这里列出来的 inventory and order tracking角色权限 在这里我们也为大家列出来了 所有基于这个角色权限 所能够为大家提供的api操作接口有哪些 您可以在完全充分的了解您的使用场景的情况下 来进行您的所对应的角色权限的申请工作 那另外需要给大家进行讲解 重点讲解的呢 就是关于我们的pi数据 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您需要在 对不起我忘记 OK 我们的pi数据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您必须要获取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受限的角色权限之外呢 您还需要使用我们的restricted data token 简称rdt令牌来进行获取 那rdt令牌呢 它是一个有效时长只有一小时的这样的一个access token 它能够具体的在我们的spapi的接口当中去访问那些受限的pi数据 在这里呢 我们为大家列出来了我们的用户指南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里是我们的tokens api的用户指南 您需要使用tokens api来获取您的restricted data token 也就是我们的rdt令牌 在这里我们为大家列出来了 哪些是这个受限的operation 受限的操作 比如说在我们的订单 在我们的这个直游方式的订单中 的这个获取订单和获取单个订单 以及我们这里列出来的自发货和其他的一些报告等等 还有这些所有的这里提到的这个报告类型 那具体我们的这个tokens api如何使用来获取到这样的一些pi数据呢 我们来在这里带着大家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例子中会为大家带来如何获取到多个订单中pi数据的方式 那首先呢 您需要去调用我们这里的create restricted data token操作 那具体呢 您需要在这里指定 您接下来要使用 您要获取到我们这个restricted data token之后 所去访问的具体的这个操作是哪一个 以及您要获取的这个pi的这个数据是哪些 那在这里我们的例子中可以看到 我们是要在接下来的orders API orders v0 orders这样的一个操作中 获取到我们的buyer info和它的shipping address 那在您调用了这个create 这个create restricted data token的操作之后呢 您将会获得到我们的这个返回结果 它呢就会为您返回您的restricted data token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rdt令牌 这里就是您所具体的rdt令牌的这个令牌的值 您需要拿着 您现在这里拿到的这个rdt令牌值 来去接下来调用您具体的get order操作 在这个get orders操作中 您的header请求中 有一个叫做x-amz-access token的一个header 您需要将刚才我们这里拿到的这个rdt token令牌的值 value去作为您的access token的header 来请求我们的get orders接口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 您的返回结果中 就会返回来给您您所需要的buyer info和shipping address 那这里还有其他的很多例子 我们可以在右边看到 包括其他的一些受限的数据如何访问 以及我们如何在这个java的sdk中去生存我们这样的一个token API的一个指南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一一进行介绍 也欢迎您来访问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 跟着我们的官方指南 一步一步完成您所需要的操作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 将由我的同事古江来为大家带来介绍 OK大家好 那接下来呢 又来给大家介绍上下的内容 上下的内容呢 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MOR的介绍 第二个部分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授权 以及授权相关的掩饰 第三部分呢 为大家介绍的是在迁移过程中 如果遇到问题时 大家可以去参考什么样的资料 首先我们介绍的第一个 就是这里看到的MOR当中的M 也就是卖家自配送的这个API 卖家自配送的API呢 可以让开发者实现购买配送的这个功能 关于这个API 在MWS和SP API之间 他们是没有很明显的变化的 所有在MWS中可以进行的操作 在SP API上也可以进行 比如说从整体的流程 依然是 首先用户先根据 Get Eligible Shipping Service 获取配送合作商的信息 然后呢 用户再通过调用 Get Additional Seller Inputs 来获取发货时 所需的额外的输入信息 这样一来最后用户再通过调用Create Shipment 就可以创建货件了 在创建货件之后 可以调用 用户依然可以调用Get Shipment 来获取已创建的货件信息 或者是通过调用Cancel Shipment 来取消已创建的货件 如果在API调用中 调用的过程中 感觉到API可能会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查看我们的SP API专配版 也就是这个Health Dashboard 来确认一下 目前所用的API 是否有任何的问题发生 在调用这个 卖家自配送API时呢 因为大家获取的是用户的个人信息 所以开发者必须要拥有 直接向消费者配送的这么一个角色权限 这个就是卖家自配送的API 那MOR当中的第二个O 也就是订单的API Orders API可以帮助开发者 获取订单的信息 对于获取某一个 或者是多数个订单信息来说呢 MWS和SP API之间是 操作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SP API在MWS的基础上 增加了很多的功能 这些功能可以帮助开发者 在获取商品的详细信息 买家信息 邮寄地址 以及更新发货状态等一些操作 亚马逊将一些商品 归类为受管制的商品 这样可以根据当地的法规 向客户提供 更广泛的商品选择 比如我们的宠物药品 隐形眼镜 以及戴度数的眼镜等等 都算是受管制的商品 这个API也同样 因为它涉及到买家信息 以及邮寄地址等 都是属于是个人信息 所以在处理管制订单时 需要拥有直接向消费者配送的 这么一个权限 并且需要使用我们刚才介绍过的 RTT进行API的一个调用 好 MOR的第三个R 也就是我们的Reports API 这个可以叫做报告API吧 这个API可以帮助销售伙伴 获取各种类型的报告 比如说监控库存 订单追踪 获取税务信息 退货的追踪 卖家绩效的追踪 以及FBA的销售业务管理等等 这样可以帮助大家提高和管理销售业务 具体的信息 以及使用方法呢 大家可以参照Reports API的数据类型 以及结构信息来进行使用 从主要的操作 大家可以看出 SB API提供的报告操作与MWS MWS非常的相似 比如有安排定期生成报告等这样的功能 从安全角度方面来看 SB API使用预签名的URL 并以安全的方式传送报告 大家在调用GitReportDocument操作的时候 可以获取到一个报告文件的URL 如果这个文件是一个被压缩的文件的话 那么在收取到文件URL的同时 大家也会收到一个指定的压缩算法的值 我们在这里比较推荐大家的方法 根据具体的报告类型 大家看看自己是否有自己所需要的角色 OK 那在介绍完第一部分MR之后 我们介绍一下第二部分 就是有关授权 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之前提问最多的一个内容 那授权大体呢 可以分为两种 首先大家看一下屏幕的左边 这个是对公开应用的授权 也就是说第三方应用授权式的样子 在这次牵移中 如果大家决定不亲自进行SB API的牵移 而选择使用第三方的公开应用的话 那大家看到的将会是左边这个样子 然而屏幕的右边 还有一种是叫对独立应用的授权 如果大家依然决定 继续亲自进行SB API的牵移的话 那么就需要进行自我的授权 这一部分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演示 来教大家如何进行自我授权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公开授权的样子 关于公开的授权呢 我们这里不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但是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是一个叫demo app的一个应用 它创建的授权页面 当然这个页面是需要开发者自己去设计的 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应用的着陆页 授权的着陆页 那卖家从这个页面选择想授权的商城之后 就会跳到这么样的一个页面 大家在这里确认一下权限的内容 也就是说是否愿意把自己的信息交给这个demo app 这个应用 如果觉得内容没有问题 而且同意这个demo app可以访问卖家的访问大家的这些信息的话 那么就点击右下角的同意按钮 便可以使用这个应用了 好 以上是关于对公开应用的一个授权 接下来呢 给大家做的一个演示 是关于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进行自我授权 以及到我们来验证一下授权之后 API是否可以调用成功的一个全部的过程 OK 首先我们的入口是亚马逊的卖家中心 打开亚马逊的卖家中心 从左侧菜单栏中点击开发应用程序 这样就能进入开发者中心 在这里点击查看个人资料的按钮 便会打开一个开发者个人资料的页面 在这个页面中选上所需要的所有的角色 如果发现右侧有红色的受限这么一个 这么两个字的角色的话 那它就是会涉及到个人信息的角色 接下来在选好角色之后 接下来的安全控制的内容 会根据您选择的角色自动生成 这里需要大家全部进行如意的回答 在填写了所有信息后 点击注册按钮 接下来我们相对应的部门 就会对您提交的这个申请进行一个审核 时间呢 大概会在几个工作日内给您回复 那假如我们的审核通过后 下一步就是创建一个应用 在这个页面 我们点击添加新的APP客户端这么一个按钮 在这里我们首先填写应用的名称 然后在API类型 我们这里选择SP API 这样就会自动生成接下来的表格内容 在填写完IM ARN后 选择此应用程序所需要的角色 大家记住在这里可选择的角色 仅限于开发者个人资料中已有的角色 这样一通操作下来后 我们就可以创建了一个SP API的应用 好 接下来我们回到开发者页面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应用已经创建完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这个应用进行授权 点击操作这一列中的授权按钮 打开这么样的一个授权页面 在确认了想授权的商城 以及卖家的信息后 我们点击授权应用按钮 好 如果授权成功的话 大家会在我们页面中间看到 有一个新的refresh token出现 在这里我们用马赛克打住了 如果授权成功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用这个refresh token 也就是刷新令牌进行API调用 如果你想为其他卖家授权的话呢 请点击左下方的请登录该账户这个按钮 这样一来我们就完成了开发者中心这边的全部设置 目前处于什么 目前处于一种授权已经完成 以及设置已经完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用postman来实际给大家查看一下 是否授权完成 以及是否API可以调用 首先第一步我们打开postman要做的是 获取我们的访问令牌 把访问的URL改成授权的终端入口 并将grant type参数指定为refresh token这个值 然后把第二个参数refresh token指定为我们钢权授权后得到的刷新令牌这个值 从开发者中心确认clientID跟clientsecret之后 我们进行API的调用 好 从API响应当中我们会获得一个叫access token 也就是我们的访问令牌这么样的一个值 接下来我们实际来看一下这个访问令牌是不是真的可以进行API调用 我们选择一个API叫get Marketplace Participations API 这个API不需要任何的参数 只需要一个访问令牌便可以调用 好 我们在提前准备好这个API的接口后 我们也把我们的令牌放进去了 现在我们进行一下API调用 好 从结果来说 我们能看到API已经成功被调用 到此为止呢 就可以证明我们已经拥有SP API开发的环境 接下来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进行各自的开发 好 那我们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大家如果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任何技术问题 那我们会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而第三部分就是有关参考资料的内容 通过这次的webinar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六个比较有助于迁移的参考资料 前五个呢都是网页的连接 大家其实可以从目前打开的GoToWebinar这个应用上已经可以下载到了 他们可能没有五个文件 他们的名字 分别是三个 一个是One PCA handout PDF 一个是中国服务商解决方案列表PDF 还有一个是联系开发者支持的指南的一个PDF 在这里呢 我想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后的这个联系开发者支持时的最佳实践的内容 如果大家继续决定亲自参加SB API的迁移 并且在迁移过程中遇到任何的问题 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顺序 直接访问到我们亚马逊的销售伙伴开发者支持团队 首先大家需要做的是打开去访问developer.amazonservice.com这个网站 打开后从右上方的支持选项中 点击选择联系开发者支持这么一个按钮 这样大家就会跳到这个屏幕右边的这么样的一个页面 在接下来的页面中点击这个黑色的按钮 这个按钮中文名叫通过开发者支持创建支持case 这样呢就会跳到我们右下方的这么样的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就是联系亚马逊销售伙伴开发者支持团队的页面 接下来大家可以根据页面显示的内容 以及需要被填写的内容进行一个创作case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这里今天的webinar这里呢 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指南当中比较重要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关于明确问题发生的过程 第二点是有关明确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如果大家咨询的方式是说 我们尝试了很多但是都不管用 如果是这种内容的话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开发者们到底是尝试了哪些方案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 所以比较合理的或者是比较易懂的咨询方式是 可以说我们尝试了以下URL中的哪些步骤 并在最后的一步是出现报错 这个报错内容是什么什么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握开发者对此问题 已经尝试过哪些决结方案 并且我们的客服团队会知道无效的方案是什么 最终我们可以帮助开发者更顺利的解决一些问题 关于第二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开发者咨询 现在orders API出问题了吗 但是如果只是这么样问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明确大家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相反如果大家问调用orders API的getorders是报错 并且无法获取任何一条订单信息 错误代码是什么什么什么 请问我应该做什么 如果是这种方式咨询的话 那我们非常知道大家最终想解决的问题 而且可以根据你想实现的内容 我们给你一个比较合理的恢复 那除这两点之外呢 在给大家分享的最佳实践这个指南当中 我们也有 我们也提供了比如有关故障原因时候的提问 以及一个case一个问题等等咨询是小技巧 我们希望大家在熟读这些指南后 联系我们的开发者支持 这样可以更顺利的 而且更有效的帮助大家进行有效的沟通 感谢观看